小姐 何教練 我好像欠你頓飯嗎 想吃什麼 我 你不挑食 對 收著毛吧 行 給你的 你说得对 现在就给一辈子定性 太早了 所以我想再试试 去考民航驾照 自费学 嗯 学费多少 六十万 这么多 我已经攒了一些了 除了教练的工作 我那个模拟舱设计 也挣了一些钱 平时也接一些 机械翻译的活儿 六十万 才有几个月就能攒到了 什么时候走 我 我还没和那边的 飞行学校联系 为什么 他们有我的学籍记录 我被停飞过 不知道还会不会录取 如果他们不录取你 你的生活不会有什么改变 但是 如果他们录取你了 一切不就是 朝着你希望的方向变吗 问问有什么损失呢 好 谢谢 我的车送去保养了 今天打个车回去 我帮你叫吧 不用 我都叫好了 帮我拿一下 乖 乖 乖 你怎么来了 闺女不放心 让我过来接你 今天怎么这么晚啊 何教练 谢谢你啊 下周见 下周见 拜拜 累不累啊 不累 要不要 扎尔东也在乎去啊 不饿 我们刚刚吃过了 你跟那个教练吗 嗯 你们俩这是上课呀 还是约会呀 赶快待到正晚 他是不是喜欢你呀 这小子多大了 我说你们俩 这个年纪 是不是差得有点大呀 嗯 他是挺可爱的 长得很帅 很执着也很认真 这点像你 但他没跟我表白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怎么想的 你要感兴趣 你自己去问问他 那如果 我是说如果 他再跟你表白了 就跟他好啊 欣赏一个人就一定要跟他谈恋爱 那也没说一定不谈啊 可能谈 可能不谈 跟谁谈 什么时候谈 都不一定嘛 你们管这个叫 叫什么来着 随机事件 对呀 爱情就是随机事件啊 等我哪天真的遇到了想谈恋爱的人 他多大年纪 做什么工作 哪儿的人 高矮胖瘦 都没关系 当然了 跟你也没关系 好 是 确实跟我没关系 我也无所谓 但跟小初有关系啊 这不也是为了咱们闺女着想 老方 我认识你多少年了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想什么 我认识你 可适不泪 你会见我 跟小月子 有点好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老我认识你 你多亲自个人 你多亲自个人 我认识我 我认识你 你多亲自个人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钱 杀杀杀 度假感标配 我也爱法式茶歇群 让心情都绽放起来 快试试你喜欢的 不合适能免费上门换 上维品会搜玫瑰 你想要的品牌 你喜欢的价格 都在维品会 痒痒痒痒痒 999PN屏 擦一下 停 邀您精彩继续 哎 蜻蜓跟重庆曼曼的 那个工艺画展 我就不去了啊 你跟苏苏一起去 他已经告诉我了 然后年底的香港 威尼斯的艺术节 你就多盯着点 合同你来签 时间你自己安排 没什么事就不用问我了 想撂挑子 我呢 准备陪我的男友 去南美采风三个月 采风还是冬月啊 看 我的戒指已经还给他了 婚呢 我是暂时 肯定不会接的 我们两个具体能走多远 等回来再看 我有可能跟他一起回来 我也有可能一个人回来 我还有可能跟别人一起回来 反正我呢 是准备给自己 放三个月的恋爱假 工作的事就全交给你了啊 没什么事 别烦我 有你这么当老板的吗 等你谈恋爱的时候 我也给你放假 喂 小初 妈妈 我在爸爸这儿呢 你快来 什么事啊 你来就是了 你来就是了 好